中贤网10月11日电,综合报道,当地时间2017年6月9日下午,伊利诺伊大学乡边分校,Wook的中国学者张颖颖乘车,前往校外公域签署入约,从此再也没有回来,这个知性朴实女孩的下落,一直牵动着千万人的心。 他的家人也在坚定地等一个答案。 在未来不久,将会有第三名专家加入鉴定团队,而就在几天前,张颖颖案再次出现曲折,克里斯腾森的律师发起动议,禁止美国政府获得其辩护人的精神健康鉴定信息。 克里斯腾森,这个喜欢看美色杀人狂,的嫌犯,去年曾在庭审中称,他的服用律消息判,克里纳颖租为一种抗疫预料。 今年9月下旬,他的律师团队就以起精神健康可能存在问题为由,要求对克里斯腾森进行心理测试,延迟审判。 张颖颖,据不认罪,无回忆,2017年6月30日,在张颖颖失踪的21天后,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了27岁白人男子,陆克的助教克里斯腾森,指控他涉嫌报家和杀害张颖颖。 在后续调查中,警察发现克里斯腾森日案发前,曾浏览网上的犯罪,劫持计划等信息,克里斯腾森承认曾在库一名要着女性,但随后闭口不言。 在同年7月3日的第一次发听联讯中,克里斯腾森全程表情冷漠,只回答了一句是,其余时间都没有发生,或只是与辩护律师低声交谈。 7月20日,他出庭首次开口陈述,进行了4分15秒的发言,但拒绝认罪。 10月11日,克里斯腾森又一次出庭,依旧拒绝认罪,并对绑架造成张颖颖死亡,为显示出悔意,被控死罪。 在延期,2017年7月12日,克里斯腾森被美国联邦大陪审团正式以绑架案起诉。 一个月后,克里斯腾森通过当时的辩护律师,向法院提出,将原顶9月举行的审判,延期至2018年2月27月举行,获得法院同意。 2017年10月3日,检方以一项绑架致死罪,以及两项作为证罪,起诉克里斯腾森,而其辩护律师接着提出多项理由,要求将审判日延迟到2018年10月再举行。 2018年1月19日,检方提交通知材料,克里斯腾森被提出死刑罪名的指控,其实,对克里斯腾森的审判,原本定于今年2月进行。 但律师们辩称,2月的审判对于这起案件而言太早太快了,因此要求延期审判,律师还辩称,此案太过复杂,他们需要到2019年6月才能准备审讯。 之后,张盈盈绑架案举行听证会,对克里斯腾森的审判,最终被推迟至2019年4月2日。 陪舍团计划于2019年4月3日开始选择人选,实际审判将于4月9日开始,与继审判将持续至少5周。 检察官和克里斯腾森的律师都没有反对新的时间表,是嫌绑架中国访问学者张盈盈的美国嫌法克里斯腾森,正义会再被推迟吗? 在张盈盈失踪一年的时候,伊利诺伊大学厄巴那湘宾分校,UK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举办幸福活动,该会副主席J.Han. 真表示,我们希望这次的纪念仪式不仅是一个纪念张盈盈,支持季佳人的机会,也是希望提醒大家,张盈盈将会被永远铭记。 就在今年8月24日,一座纪念张盈盈的花园,在位于她失踪前,最后一次被看见的巴士站附近正式动工。 花园由一条小道极一张长椅组成,周边会种白色小花和绿色植被,四百多天过去了,张盈盈的母亲之间仍坚信女儿还活着,坏人还没有说出来她在哪儿,我还有希望。 她还和丈夫约定,我们就当女儿还在读书,只是很久不回来了,半年后,审判将至,希望正义不会再被推迟,晚,如果喜欢本视频。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